這瓶真的是深深吸引我的注意 睫毛就會變得非常綻放 這家我覺得完全是有水準的 它其實喝起來就是一個酸酸鳳梨汁的感覺 嗨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分享五月的最愛還有空瓶 我整個五月呢 我覺得是可以用隱居來分享 就是開始疫情又變嚴重 然後身邊有還蠻多朋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 就是有陸續確診或居家隔離的狀態 就過得蠻隱居的 幾乎都待在家裡 然後就一直在煮飯 因為五月其實一直在下雨 然後一直下雨就叫外送會比較麻煩 所以自己煮的話反而會比較方便 那我現在就要先分享我第一個最愛 第一個最愛呢 是很久很久沒有出現的最愛分享 香水 這瓶香水是黛克的和服之戀 它是一個非常春天戀愛感的味道 其實這款香水我大概是 三月去開到之前收到的公關品 然後那時候我一打開 我跟我朋友在那邊撿腳說 天啊太美了吧 它的質感真的也太好了 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對化妝品 或是這種香水的產品 有那種興奮 然後覺得怎麼這麼漂亮 因為就是有些東西 看久就覺得都差不多 但是這一瓶真的是深深吸引我的注意力 噴在身上之後呢完全就是那種春天微微戀愛的感覺 是比較酸酸 一點點花香 不是太甜膩的那一種 就非常舒服 所以開完到四月 四月休息一個月 後來五月我就把它帶過來 基本上我就是每天早晚 或是出門前我都會噴個兩下 因為我就覺得 我會覺得這個味道聞起來 讓自己感覺很舒服 它的味道呢是偏比較淡的味道 是給自己聞的香水 不是那種要給別人聞的香水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淡的關係 所以它的持久度比較沒有那麼好 早上出門要噴一下 然後中午可能要再補一下的程度 它的後味呢 也是比較淡淡的木質調 就是不會那種很深很沉 很中性的感覺 就是一切都是那種 小女生青春 春天可以去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非常喜歡 如果大家有經過專櫃的話 拜託去聞聞看 它真的很優秀 第二個要分享的是 登登登登登登登 燙睫毛器 OMG 這個真的超級好用 我個人大概是從3月多開始用 用到現在 我每一次化妝有刷睫毛的時候 我都會用它 它的好處呢 對我來說是兩個 它可以讓我的睫毛變得比較卷 我以前夾睫毛 都是要夾到肉那種 才可以讓我的睫毛翹上去 但我現在就比較輕鬆 可以先簡單夾翹 然後用燙睫毛器去把它弄卷 然後睫毛就會有那種 綻放的感覺 非常喜歡 然後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讓睫毛更持久 更站在那邊 因為像現在 不是真的 今年真的一直在下雨 真的很煩 下雨天的話 常常就是睫毛我夾翹之後 可是遇到濕度 它就這樣 也沒有那麼翹 但是用燙睫毛器 燙上去之後 它可以維持的比較久 通常我以前都是夾翹 但是夾得很捲很像那種 彩妝師做出來的造型的話呢 就是比較偏難 但我覺得用了它之後 睫毛弄出來的捲翹程度 真的是可以跟彩妝師弄出來的比較類似 因為我是一個算滿注重 整個妝容 睫毛部分的人 就是我的睫毛一定都要很翹 然後我很喜歡 睫毛在側面很翹那種感覺 我自己覺得很勾人 我自己勾自己 我以前就有買過 燙睫毛器 大概是大學的時候買的 然後其實那個燙睫毛器到現在都還可以用 可是它就是有兩個小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 之前那個是有線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插座很近的地方化妝 然後在那邊燙睫毛 第二個是它有一點太燙 它燙到我有一點不敢讓它的溫度 靠近我的眼睛 但是這個睫毛器很好的方式 就是第一個它是USB充電 所以它只要充飽電之後 就可以這樣隨時用 然後它的操作方式很簡單 就是按一個是 第一段溫度比較不燙的 再來第二段溫度就是我現在用 然後第三段溫度就是 關肌 那現在它是紅色的 等它加熱完之後它就會變白色 這樣就可以開始燙睫毛 我覺得它這支就是用起來非常的順手 不太會燙到自己 就是很順手的可以把睫毛這樣壓翹壓翹壓翹 近看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也是睫毛刷的感覺 我通常使用它的步驟呢 一樣會拿睫毛夾先夾翹 就稍微夾大概半翹之後呢 再用睫毛燙把它燙捲 燙捲之後呢 就看自己喜不喜歡那個翹度 如果覺得還可以再更翹 可以再拿睫毛夾 把它往上夾 然後睫毛就會變得非常綻放 再刷睫毛膏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睫毛膏步驟就是兩個 一個是上底膏 然後一個就是上咖啡色的睫毛膏 大概就這樣 這兩個睫毛膏的組合 我是從去年一直一直用到今年 對因為我自己是個人 喜歡咖啡色的睫毛 我已經用咖啡色睫毛膏 好像有三五年了吧 就是我自己後來覺得 我用黑色沒那麼好看 用咖啡色的睫毛膏比較好看 咖啡色的睫毛膏就刷久了 也是會很有那種存在感 我一開始用這個睫毛去的時候 還是會有點害怕那個溫度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們有買的話呢 就是可以先從第一段溫度開始練習 比較熟了之後呢再用第二段 這樣眼睛應該也會比較適應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是無線的 所以它可以這樣平平的這樣站立 放在化妝桌上 就會很好找到它 也不會怕它的熱度燙到其他的東西 那我通常就是等它冷卻之後 再蓋蓋子蓋起來 就很方便 然後讓白色的極簡順子 非常的美 然後我是建議你可以是有一點睫毛基礎的 再用這一支 覺得可以讓你的睫毛更上一層囉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身體的保養瓶 是W style的身體油還有雪白精華 超級好用 因為我是身體皮膚非常乾的人 就是有可能夏天還是會摸起來粗粗超常 然後腳如果再乾到一點 會出現那種白色格紋的人 這個身體油真的超好用的 就是它立刻秒吸收 然後吸收之後皮膚是那種滑滑嫩嫩的感覺 而且是持續到隔天 早上起來還是覺得哇皮膚滑感還在 我5月的時候好像非常常看電視看電影 看了蝙蝠俠看了好多Netflix上的東西 然後我就是一邊看電影的時候 起碗早擦身體油 你看我已經快用完了 擦完身體油之後我就會擦這個雪白精華 有點像優格狀嗎 它非常清爽 它很快就吸收 而且它放到身上的時候是那種涼涼的感覺 就冰冰的很舒服 那它說會變白的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它裡面有水氧酸 它可以稍微幫你代謝角質 所以可以讓你改善的應該是偏比較色素沉澱 然後角質堆積的部分 就可以讓皮膚看起來比較亮 然後身體油的部分 我一開始很擔心的是 會不會現在這個天氣已經接近夏天了 不適合用油 會變得很難吸收啊 很黏很膩這樣 讓身體很悶不舒服 但結果它真的很舒服 而且它的香味是非常療癒 是那種有點沾在睡衣上 或是沾在棉被上 會覺得很療癒的香味 總之非常喜歡這兩個產品 在身體上的那種保濕滋潤度是超級有感 是大概差一個禮拜你就會覺得 皮膚變得好滑 會有點想要叫別人來摸的那種感覺 我會知道這個產品是因為我有追蹤 周品君 就是它是以前東京卓伊的創辦人 然後現在有自己的品牌是W style 他們現在就除了賣衣服以外 也有推出保養品 追蹤他的IG跟Youtube 因為他有時候講話實在是太中肯了 就是一看他的影片就這樣被打醒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看他講一些人生各種觀念 他是一個很酷的人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是想嘗試一下他們家的產品 5月的最後一個最愛呢 是一個外送 各位你們會在外送的時候叫甜點嗎 我就從去年開始超級愛用外送嘗試點甜點 但是我覺得彩雷的機率偏高 就是大概一半一半 但是我最近發現一家外送很好吃的甜點 叫做通話夜市WOW手作 我一開始以為這間是那種推車型的 就他好像是有店面 然後他的那個包裝送過來是可愛型的 可是他非常好吃 他非常是水準之上的甜點 我點過他們的奶酪、布丁、可可拿鐵 還有千層蛋糕 我朋友有寄他們的外送給我是原味跟抹茶口味的千層 都非常好吃 價格也是非常OK 因為有些甜點店他們的外送可能要兩三百以上 可是有時候我就是只想一個人吃 他們是一百多的 我就覺得非常OK 我就下午有點累 然後覺得自己需要一點甜份的時候點 他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他的千層蛋糕完全是水準之上 就你們知道嗎 千層蛋糕就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級 他的奶油然後他的皮的厚薄就是差很多 但是這家我覺得完全是有水準的 非常非常推薦 如果你一點是叫到通話夜市的外送 你們真的真的一定要吃吃看 就算他是有一個樸實的外表 可是他的實力非常的好 他真的是水準之上的甜點 而且他的奶油是那種濃的味道 布丁也是那種綿密感 但不會太膩 他連可可拿鐵都很好喝 因為我就是自從叫外送以來 我已經不知道被多少可可拿鐵敷衍 有些是味道太淡很像在喝水 有些就是太甜太膩 他這完全就是認真的 我就是可可加牛奶 然後比例剛剛好 總之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點點看這一間甜點 我覺得他真的值得被大家知道 你們一定要吃吃看 真的 或是有經過也可以買買看 這樣有辦法透過鏡頭感受到我真的覺得他很好吃 大概就是這樣5月的介紹 5月沒有特別多的最愛 但是有一些空空瓶 也是吃的 好接下來都是吃的 大概4-5月開始其實都比較悶 所以我都會開始喝這個 檸檬大樹的檸檬 他有純檸檬 然後還有蜂蜜檸檬 基本上我就是會一顆檸檬 搭配一瓶氣泡水這樣 配一個簡單的果汁 我覺得非常幸福 因為通常這樣一杯檸檬 蜂蜜氣泡水在外面可能就是一百七一百八 但是我在家裡可以很快又很便宜的享受到 這兩個的優點我覺得 第一個是他的這個檸檬汁 他就是真的檸檬汁 他沒有額外的糖 你看他這邊的那個糖類是0.3克 因為最怕檸檬汁有那種很甜膩的味道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酸 然後喝無糖類型的人 所以我覺得檸檬大樹的這個非常方便 因為如果要自己擠那個檸檬汁的話 他就是會很高剛 蜂蜜檸檬口味的 就是他是加蜂蜜的甜 舒服的甜 不是那種很甜膩的味道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很棒 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買 因為就是很方便在家做飲料 就不用再花很多很多的錢買那個外送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這個南非博士綠蜜素茶 其實這兩個都是之前有開團過的 優點就是它是一個無咖啡因的茶 然後它其實有很多口味 但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喝起來 跟一般平常在喝茶的感覺比較像 然後就是有點微甜的香感 但是它喝起來很沒負擔 然後為什麼我要喝無咖啡因的茶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是晚上想喝茶 但是如果真的喝太多咖啡因的 我晚上會睡不著 所以我必須要備著一罐無咖啡因的茶 這款茶呢 我基本上是比較喜歡用冷泡的方式 把它前一天先逼到冰箱裡面 隔天再拿出來喝 這樣喝冷的 我覺得很好喝很享受 然後這也是 我喝完了 如果你們現在是想要借咖啡因啊 或是真的很喜歡喝茶 但是如果喝太多也跟我一樣會睡不著的 可以考慮這樣子無咖啡因的茶 它雖然是比較淡淡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可以稍微幫我解那個想喝真正茶的那種渴 好的最後一個空盒呢 是ZIMOID的720鳳梨酵素飲 這個酵素飲呢是台灣品牌 然後他們用的是台灣的鳳梨 然後我已經喝完這麼多 四乘以一盒有15包 所以60包 非常的有效的一個 它是食品不是保健食品 它在我身上的功效主要就是 可以消除脹氣的不適感 因為我是大概今年開始 如果六日吃大餐 或是晚上澱粉吃比較多 我會一直有一種打嗝的感覺 就會沒辦法睡覺的程度 我自從開始吃完大餐喝 我就覺得很有效 因為當天晚上真的就不會打嗝那麼嚴重 現在偷喝 它其實喝起來就是一個酸酸鳳梨汁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跟我一樣喜歡酸的東西的話 應該會很愛它 我是喜歡這種酸酸的飲料 我會喜歡它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的成分很單純 就只有水 鳳梨還有麥芽湯 就沒有再加其他的食品添加 我覺得這樣就還蠻好的 有一種就是喝一個鳳梨濃縮汁的感覺 然後它可以排解我脹氣的困擾 所以之前五月的時候就有開團 如果有買有喝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心得 但我其實後來有稍微檢討自己 就覺得說 我如果吃了很多 然後我要吃鳳梨酵素飲 但其實是不是我一開始就不要吃那麼多 可是有時候跟朋友聚餐難免 就是會點一些好吃的東西 比較平常一個人不會吃到的東西 就會想要多吃一點 所以我也還在尋找那個平衡 以上大概就是我五月的喜歡的東西 然後用完的東西 我就是真的很久沒有拍影片了 對 所以我希望我下個禮拜還是會更新影片 其實我有拍好 但是我就是沒有剪 因為我就是覺得沒有拍好 我在講什麼 反正就找一堆藉口 就是這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如果要跟團購的話 就記得加入下面的社團 然後可以在我們的LINE社群 就是這樣 這樣就不會錯過團購 然後我要出門開會了 掰掰 reiterate 在從來個小時 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會坐下來